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并没有真的说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什么从小的愿望 没有 那既然能够当成一个医师 我觉得某一方面我是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有一些天命存在 我同时有讲过说 一个医师能够治愈别人的机会是很少的 多半的时间是让别人觉得舒适 或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我想这是一个医疗人员 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是以利益为导向 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你错失掉一个有能力 而又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机会 你能够去帮助别人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 或者是机会 那如果你又有这样子的能力 不管你是用医疗的角度 心理的角度 心态的角度 如果你可以让他有一点点得到收获 在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 有了交流 而且有了协助 我觉得这是在医疗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医药的知识 相信大家都是类似的 但是我唯一可以多提供给他的 是他心灵上的放松 那这个是让我的病人 可以得到照顾上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利他不是真正的只有在别人享受到 而真正享受到的也包括自己 因为你唯一有让别人得到高兴跟安慰 这个时候你才是对自己心灵上最大的安慰 所以如果你能够看穿这一点 你就知道说 这一切的利他其实是在利己 你就不会觉得你是施舍一个东西给别人 而事实上是别人带给了你快乐 对 大家看完你这一集 那个人都觉得把你上座影片去看看 对啊 我们现在在学习上人